各位讀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King Chen 现在要准备开始说明有关于在日本搭乘巴士的方法 因为日本其实地方很大 如果说每种巴士搭乘的一些流程 其实稍许也是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次讲堂第26的单元就是要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在日本怎么样搭乘巴士 在这个之前我就可能要跟各位讀者说明一下 日本巴士其实也有很多种 就跟我们在台湾的环境也是一样 他们有类似像我这边有稍微简单的有机场巴士快速巴士 其实机场巴士就是像快速巴士是差不多的 一般的士林巴士就是我们都市型的公车 就是巴士 观光巴士 循环巴士 循环巴士就是类似像它是循环公车 路线就是循环的路线 所以我会把它列为是循环巴士 然后在乡下地方搭乘的巴士 乡下地方的巴士搬车又少 然后它的搭乘方式 要怎么样来判断 这个也是会在整个的讲解里面会很详细的说明 再来就是 这边可能实在要稍微 可能是上一次 上一次讲堂没有改好的 因为我每次要说明的时候都是临时在做简报的 所以有点小小抱歉 好 接下来就是来说明一下 IC卡 会说明一下就是 搭乘巴士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 IC卡 这个是大家 比较常问的问题 但是 King哥在这边讲的是方法 日本这么大 北方北海道 泽本州 四国 南道九州 包含冲绳 这么大的地方 所以我们用IC卡 IC卡 其实我后面会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 因为也跟我们 台湾一样 或者是香港 大陆内地那边一样 都有自己的IC卡 那日本的IC卡 有哪些 这边会说明 那以上种种的这些 会用很多的范例来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赶快 这次讲堂第26单元 在日本如何搭乘巴士方法 在这边我要很快来说明一下 自助旅行的意义 自助旅行是学习的开始 规划自助事情都是要自己来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很多人都是缺乏这个观念 常常留言给King哥说 King哥可以帮我规划流程吗 其实自助旅行就是要自己规划流程 什么事情都样样自己来 不是别人帮你规划的 别人帮你规划你什么 还是不会走 就算人家在上面写的 武功秘籍 规划宝典给你的时候 你一样还是要花时间去 去分析你的行程怎么走 所以自助规划都是要自己来的 希望不要再有太多问 就是有点像伸手牌一样 就是问说 请问可以帮我规划行程吗 如果您需要的话 你可以去找旅行社 或者是找你的 真的很要好的亲朋好友 要资料 那你就自己再准备功课 也都可以 但是重点还是要自己来的 接下来就是要果断 要理性 要诚信 要谦虚 找对的方法 找适合自己的答案 相信就是成功的开始 很多人都缺乏自信 但是第一个要相信自己 往往成功的机率就会比较高 再接下来要团结 要自信 如果一个人的话 没有团结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亲朋好友 朋友要一起出去的话 出去就是要团结 不然大家的意见 特别多就不团结 甚至可能还会闹一点小小的争吵和纠纷 所以在这边就是分享给大家 就是要团结 搭错车走错路不灰心 其实人都会搭错车走错路 就像拼哥也会搭错电车 我有时候真的我也会搭错电车 有时候在赶车的时候 最容易搭错电车 搭错巴士 但是搭错了 马上知道马上纠正 赶快 下车走对的方向 如果你在乡下地方搭错车 那真的就要求我 真的 所以为什么自助旅行的功课 要做万全的准备就是这样子 好开开心心的出门 平民安安的回家 分享成功的喜悦 及宝贵的经验 好在最后一项 KING哥有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叙述 不兵 我转这边可能会比较顺一点 不批评不攻击 可以先去下一次的旅行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啊 有时候就是 像KING哥 虽然是一个很单纯的部落客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会 在上面留一些批评的留言 或是一些攻击性的留言 但是KING哥在这边来说的话 我是不会去批评别人 而且我是关起门来 只做我自己的事情的人 我也不会去参考别人的文章 所以就是 我也不会去批评别人 但是你要批评我之前 你要先衡量一下你自己 是不是你做的有比我好 嗯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赶快来说明一下 那个 关于日本公车的部分 那我们来先简单的说 一下机场巴士跟快速巴士的搭乘方法 我一开始就是先用 口述的方式 那我后面有准备一些图片 可以分享给 给各位读者看 到时候你就 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KING哥口述的部分 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稍微听一下 好机场巴士跟快速巴士的搭乘 机场巴士就像是 我们从机场下飞机的时候 你可能会做巴士到东京啊 东京 或者是到大阪市区啊 或者是京都市区啊等等等 那通常我们到 机场的一楼的路径大厅的时候 都会有那个 机场巴士 或者是快速巴士的贩卖售票台 那你就可以跟那个服务人员说 我要买一张可能 比如举例啊我们到东京的台厂 那你就会查一下说 我到台厂利不经巴士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巴士 有沒有到台厂 那通常我们日本人的做法 其实都是习惯性买票的 那现在也有售票机 售票机就是说 就是类似像投币式的 买票 购票方法 就有点像你买电车的购票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你投币式也可以买 那为什么日本人他们通常都是自己买票 而不用那个IC卡 因为我IC卡外面讲 我在那边举这个实例啊 因为哦 巴士的座位也是有限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是说 我直接拿那个西瓜卡 或是拿IC卡去车上说 去逼一下 我就可以上车 我告诉你并不是哦 因为像如果我举例 从关西机场要到大阪市中心的时候 通常柜台服务人员 他都会去稍微计算一下 那个做这一班车 就比如说 早上10点那一班车要到大阪的巴士 那结果他会算一算说 这班车有没有额满啊 为什么额满 那像如果说你是要用那个IC卡去做的话 通常那个柜台小姐是算不到那位置的 而且这个有点像是指定席 跟自由席的那种味道 像你买车票的话 其实虽然没有指定话位 但是也有就是 你保障你搭乘那班车的座位 那如果说你是用 通常你会发现上车的时候 都是拿票的人有有闲上车 然后拿IC卡的人可能 就在后面等待 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就是说 因为文化不同嘛 所以就是跟读者说 我们如果说像去机场巴士或是快速巴士 我们就习惯性就是 当场买票确认 确认也可以保障你 是不是有位置可以坐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上网预约 另外一种做法是上网预约 上网预约的话就是 你可以就是很确定说 你搭的10点那个班车到东京啊 或是到大阪是有位置做的 那像快速巴士的话 其实像大家很常就是 会可能从东京做到大阪啊 或者是东京做到名古屋啊 或者是大阪做到京都 其实这里有那个像 像他们有一种巴士总站 就有点像我们台北的京站那种 是一样的啦 那你也可以上网去 那个巴士的网站上去订票 那通常还可以现场化位哦 好啊再举个例子好了 通常很多人都喜欢去新宿 新宿做巴士到河口湖 这个如果相信大家有 有常常买票的都会知道 或是说从东京做到 明古屋或是京都 你都可以在巴士的官方网站订票 甚至位置都可以先预先化好 好这个就是这差别 搭巴士的方法就是从前门 从前门上去 那下车的时候 司机会再次验票 司机会再验票 所以票根一定要留着 然后还有就是你在像 譬如说有一些长途的快速巴士 中途有一些站嘛 车站会站牌乘客会上车 那那个司机通常会询问 那个乘客说 请问你要去哪边 然后上车的时候就收票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在这边简单的分享给各位读者 就是机场巴士 快速巴士 从前门前门上车 如果说你是在起站的话 司机会在门口面前 或他会他手上有一个板子 会记录说 什么乘客已经报到 如果你是网路预约的话 他上他这个那一份的明细 会有资料 他会告诉你说 哎 报到了 OK他做个记录 那剩下空位呢 才是后面可能你是要用 IC卡啦 或是什么 要询问一下 可能你要去哪里 这个部分就分享给各位读者 所以要切记哦 我们还是习惯性跟日本人一样 我们先把票买好 或是不管是柜台买票 或是售票机买好 或是网路预约订票 我们票都是要先买好 好 接下来赶快来说明第二个 一般市营 市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有一点小复杂 东京的巴士搭乘方法 跟关西的搭乘方法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像譬如像东京大家印象中 会做很多都营巴士 都是市营的巴士 但是他的搭乘方法就是从前门上去 在这边图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 就是像这个话就是搭公车的 搭公车的站牌 那这个就是公车的长相 这个是等待公车的停子吧 忘了出来怎么解释 就公车停可以这样说明吧 那下面其实都营搭乘的方法 其实步骤就是从前门上车 后门下车 注意哦 前门上车 后门下车 那这张图的话 其实 他是在九州 九州的话 福岗市就是 我稍微看一下是不是 前门 OK 我等一下再来说这张图 我们先说都营的部分 都营的部分就是 前门上车 后门下车 票 几乎其实都是一口票 日币210 那就是说 他在有他的有效的路线范围内 都是一样的价钱 所以在这部分来讲的话 稍微分享一下 再来关西 像大家经常都在京都搭巴士 京都的话是什么呢 从 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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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门上车 前门下车 票价就是 一律是 在 有效的指定范围是 日币230元 为什么我要讲有效的范围 因为超过就要 超过230块 所以就是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就是 搭乘的方法 其实 没有一定 但是 我在那边口述的话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是有一些些许的差距 那像 市营巴士的话 那可是说 哎呀 京哥好麻烦啊 既这个前门上 后门上 真的是太麻烦了 其实我告诉各位 这张图上面 这个地方 有告诉 入口 入口 这里有 出口 其实 你第一个 第一个教大家方法就是 看出口及 入口处 那像 当然啦 你说像 在关西地方的搭乘方法 我其实就是说 这个方法就是 跟各位读者 就说 不管你是到 日本的任何地方 就像我可能 我也不是到东京啦 我也不是到关西大阪京都啊 神户啊 耐良啊 如果说像遇到这种的话 King哥也是用眼睛在判断的啊 像读者都会 常问说 King哥 请问某某地方 请问公车是从前面上 还是从后面上 其实哦 很多判断方法 都是在现场 判断的 如果说 你运用我这个方法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从前面上 还是后面上 那像 公斤大家常去嘛 那我就可以跟你讲说 从前面上 京都 大家常去嘛 就从后面上 然后再来就是 东京一上去之后 反正票价都一样 所以就是先付钱 那你就从后面就下车 那京都的话就是 你从后门上 你如果是从前门下 前门 前门 付费 那但是很多地区的公车啊 他是用距离 距离在计算车子的 所以他一字也都是从后门上 譬如说你去我想乡下一点地方 像河口湖啦 山中湖啦 那边的巴士 就是从后门上 抽整理券 这边可能会分享一下 什么叫整理券啊 哎呀 整理券在哪呀 整理券 忘记放上来了 在这边 整理券的箱子 哎呀 这边这边这边 整理券的箱子 就是抽出一张小纸条 上面会有号码 阿拉伯数字的号码 然后呢 你在 对照您的 号码 哎呀 看一下 不好意思啦 金哥可能没有把那张图 抠下来 就是说 我们在坐公车的时候 上面 就是司机的左上方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价目 价目的 呃 表 那你假设你 抽整理券是3号 那你就 对照 你下车的时候 你就记得你看你3号 所显示的票价是多少 就是多少钱 比如说票价 320 哎 你下车 你抽整理券3号 那你就是付320元 这样子大家有懂吗 因为临时准备的嘛 实在真的就是 没有办法 啊 准备图片 就是没有办法那么齐全啊 感到抱歉 不过我这样口述 因为大家应该会很清楚 或者是 等一下实力分析的时候 我到相关的巴士官网 给大家看 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你不晓得说他是在哪一个 应该说你不晓得说巴士是从前门上 或者是说他是能不能有IC卡 其实 第二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到官方网站去查询 也可以查询到 因为 金哥这些图啊 这些截图都是官方网站截的啊 所以 不是 所以 很多 资讯 其实读者要学习 怎么样去官方网站查询啊 好 这个就是属于 市区的营运巴士 好 那我 我其实说在以上 实力分析的分享的时候 我可以再分享 譬如像 也有像一些都市的 像 九州福岗嘛 然后 还有就是 明谷屋嘛 其实 判断方法 第一个就是先看 巴士的 入口处 有没有标识 有标识 你就知道是从前门或后门 好 第二个方法就是 你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就是要赶快知道答案 就是到 官方网站查询 就可以 大概 你说日文看不懂 那我也只能说抱歉啊 那就只能用 用判断的吧 用拆的吧 那你要 问一些部落客的 也可以问啊 但我们也还是会回答 好 再来第三个是观光巴士 观光巴士 观光巴士 其实就很单纯简单的 其实就是 你买票 一样跟 搭机场巴士 快速巴士一样 司机会在前门的路口处 等你 他会登记说 你买的票 他会记载 那另外一种观光巴士 我举例像 譬如像 河口湖 或者是 你去日光 像他们有一些 或者是 你到东京做 Hattobus 那些 其实 司机 都会先问 你 你有没有买票 然后买票 有 如果有的观光巴士 是可以化位的 但 有的观光巴士 是没有化位的 所以 你会觉得说好复杂 我要怎么判断 那像 譬如举例 像河口湖 的观光巴士 他就很特殊了 他是 从 后门上去 然后 他呢 也是一样 就是路程多少前 前门下车 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 有些人不晓得 然后 一上车的时候 也 也不懂的抽整理券 然后也不懂的 就是 譬如说你用IC卡 你要去触碰 可是像 河口湖这个的话 案例就是 他 不提供 IC卡的服务 然后呢 更有趣的事情 他可能连整理券 整理箱 都没有 也 也不让你抽 就是 我会举这个例子 因为是 因为 比较特殊啊 真的是比较特殊 所以 如果 有要去 河口湖旅游的时候 刚好 Tim哥在那边分享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河口湖的 那个 观光 观光 小巴士 哦 他是 没有 抽 整理券 跟让你碰 IC卡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怎么搭呢 就是上去的时候 你要先记住 你搭的 那个 站牌 名称是什么 可是说 我日文又不会 我上去 我怎么跟司机讲说 我是在哪个站牌上车的呢 一样就是 记 Number 数字 一上车 后门一上车的时候 切记 就是先从 眼睛啊 一定要往前飘一下说 我是在 几号的 乘车处上车 这样子你就知道说 我要下车的时候 譬如说 司机他会 用 简单的日文 问你 或者说他也会简单的英文 可是那种英文单字 你可能会 听的会稍微 比较辛苦一点 就是说 你说什么 你跟他讲 7 他就知道说 你是从 7号的乘车处上来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收多少的车支 就是 河口湖 观光 小巴士 的一个 特别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是去什么 本西湖 或者是去 走西湖 那种 线路的观光巴士的话 其实正常就是 从后门上抽 整理券 或者是说 你有用IC卡 你后面要触碰一下 IC卡 下车的时候 在前门 在前门 司机才会跟你 收券 那帕斯 你有买那个 观光帕斯的话 其实说真的 你上车不抽 整理券 你不用IC卡 你下车 就拿帕斯 给司机看 你就可以下车了 这个就 观光巴士的举例 那还有没有 这个比较特殊的观光巴士呢 其实就是 一个Tour 就是一个旅游的一天 一日游啦 或是两日游啦 那种的话 那就是 直接跟你 收完全额的票券 就像你搭机场巴士 快速巴士 是一模一样的 那观光巴士的举例 那接下来 举例一下 循环巴士 循环巴士 刚刚有讲的 就是 绕一整圈 都是 都是 一样的钱 譬如像 举例啦 耐良 大家喜欢去耐良 对不对 这次有一点 临时性的 所以 我就稍微 我们 就直接 连去耐良 看吧 哎呀 怎么把它给关掉 拼个字都拼错了 我们去耐良巴士的官网啊 像这种循环巴士有没有 耐良交通租会社 其实我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查资料的时候 当然你喜欢爬文爬部落客的文 当然包含King哥的文也会介绍 但是你真的要 真的要 确定的 确定的那个资讯的话 其实还是要到官方网 虽然可能是日文的啦 但有些观光网站可能有语言讲话 这边就有英文版的 有没有 哎呦 还有繁体中文版的 因为他们现在做这个 做这个网站啊 真的是越来越 提供世界各地的旅客 服务越来越好 来我们就举耐良啦 那啦 这边 几号 其实耐良的环状公车就黄色 YADO 就是黄色的 目的地 这边有分室内巡软外回 外回 还有一个是内回 他这个设计是从前门上车 后 和后门上车两款 我们直接来看 上车时 有没有 这边有路口 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 Tim哥没有讲错吧 然后这里是 出口 入口处 上车 就是付费啦 那如果说 你去耐良有用 那个 类似像 周游卡 有周游卡 有的周游卡 有支援可以做耐良的巴士 譬如像 静铁的一日券 可以做耐良的巴士 我这举例啦 因为 Tim哥在之前很多讲堂都有说明的 从 循环巴士 这个是属于循环巴士 然后上车 就付费 下车 就三人 嘿嘿嘿 这个就是循环 那像你看 如果说你是用金钱投币的啦 或者是用IC卡 讀卡啦 或是你要换钱 在这边提醒大家 像日本的那个 像那个 投款机啊 那个换钱是 一千块喔 一千块 可以换十个 一百个 十个一百元 硬币 如果说你是投 一百元日币 就换十个 十元的硬币 这个部分来讲 希望大家 就是 因为常常很多人 一上车 哇 零钱没准备 没关系 一千元只超严 一上车就拿 五千块日票 跟一万块日票 给司机 看 司机看了 第一 会傻眼 因为 他可能没有办法找你钱 那像有的司机 因为我坐太多次了 遇到这种状况 不管你是坐 四银巴士 或者是说 河口湖 山中湖 司机可能没有办法找你钱 但是我还是有遇到好心的司机 就是说 他身上还真的是 身上还真的是有钱 当场换给你 譬如说 你拿五千元的时候 司机拿 五张一千元的指钞 换给客人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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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客人再去投到 那个 机器里面 换取了 十个一百元硬币 所以就是可以 刚好可以 换那个 可以 可以 付钱 付车资 所以大家 切记哦 坐公车 时候 请 准备零钱 一千元 紫 紫 紫币 不要身上说 你白好赢 五千元一万元 哈哈哈哈 不要 就是开玩笑了 所以就是 教大家 记得这些事情 然后看一下 好像有些读者留言 抱歉 让我瞄一下 是不是有需要现场回复的 有些留言的话 可能是亲朋好友留言的 所以还不太算是问题 好 稍后我再回复你们的留言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 循环巴士 刚刚有讲到 耐量 我们继续讲完 因为官网看 有这么好的资讯 我们还是要继续看下去啊 这个就是 下车的时候 要记得按 按银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一样 好 这个看板 有没有 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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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站呢 大佛电 春日大社前 大社前站 来 接下来讲 IC卡 其实IC卡 金哥想要在后面讲 你看 耐量 巴士 可以支援 十大IC卡 已经十一大了啦 你看 大家一定比较少看到这张 这张 其实有一些像福岡地铁的卡 或者是有一些都市型的地铁卡 都其实慢慢也可以整个可以用了 大家常用的西瓜卡 在这边 在这边 中金地铁的 巴士 再来就是 EKO卡 EKO卡 这下面 大家最常用的 再来就是 中区名古屋的 一些 TOICA 都其实都是 比较地区性常用的 好 我们继续继续往下看 来 在乡下地方搭乘巴士的方法 乡下地方 其实很多乡下地方 不支援那个IC卡 他们一样也就像譬如说 我在举例一个像是冲绳 冲绳去美丽的水族館 其实也是 抽 买票 那边有一些公车巴士也是抽整理券的 那如果说你是做观光巴士那种的话 就是 从前面 就是 付钱 但是 King哥已经好多年没在冲绳 做观光巴士跟 那个 市区巴士 应该有好几年了 没做 那方法有没有变呢 其实一样 就是 查官网 然后在乡下地方搭乘巴士的方法 其实很多乡下地方 他没有支援十大IC卡 你知道吗 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系统要花钱去做 Tim哥曾经有做过一种 Tim哥曾经有在九州的 北九州的小舱做公车 做巴士公车 你知道吗 他虽然上面标示可以用那个 西瓜卡 或者是 其实 King哥就是很好奇 就是 问司机说 这个 使用吗 就是可以用那个 譬如想说 Hello Kitty的 一口卡好可爱 就拿来问一下 司机说 这个可以用吗 然后 司机就会点头说 可以用 后来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他以为那个是西瓜卡 他要切换 他那个 他那个 触碰面板要切换 他那个本来 Default都是 那个当地的 IC卡 当地的IC卡 然后一看到说 我用的是 可能是 可能他以为是 关东的 那个西瓜卡 结果 他一转换到西瓜卡 我用一口卡去 触碰的时候 发现不行 没有BB 是另外一种怪声音 然后后来 我就跟司机讲说 这个是IC卡 然后他就说 抱歉抱歉 再浪 给他一次机会 他 因为他没有控制器 就是说 再给他调整一下说 是专门给IC卡 触碰 那个扣款的 就是有出现这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表示系统 没有很全面的整合 就是说 任何一种卡 触碰 就可以使用 就像我们IC卡通 跟Yoyo卡 一开始 在面板上 IC卡通 可能也没办法用 那后来 是因为到后面 后面一整合 系统一整合的时候 就可以用 那你说 系统要整合 要开机啊 因为像有的 巴士营运 就没赚什么钱了 你看他要花钱 做这个整合 乡下地方 我讲的乡下地方 其实 一样都是会有 这个问题点 所以就是 提供给大家参考 还有就是说 乡下的地方 真的是太乡下 没有支援任何的 IC卡 触碰 反而只能支援 他们当地的IC卡 像 像 呃 举例啦 像可能 比较乡下一点 像 呃 九州大分 像 有一些 那个 十大IC卡 西瓜卡都不能用 那你就只能 你就只能 投币了嘛 对不对 抽整理券 投钱币就好啦 所以有时候 就是 环境嘛 像 譬如说 我们常常都说 啊那个可不可以用西瓜卡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用西瓜卡 那可是 有些地方不能用嘛 对不对 那像 譬如说你拿 IC卡去便利商店消费 你会觉得说 诶 这多方便啊 可是你要考虑一下地区范围嘛 地区范围哦 然后再举例一下像北京 上海来台北玩的朋友 他会想说 啊台北多不方便啊 人家买去餐厅付钱什么的 全部都可以用 那个支付嘛 对不对 像那种 像微信支付 你看 我觉得就是 地区环境的文化不同嘛 人家人家他们那个 付费全部都是用手机 或是用 你可以用 用脸付费 就像我们Apple Pay 我觉得这个是地区性的 那个文化跟习惯性不同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能够去融入他们 现现况的一些生活模式 不能用我们就付钱嘛 我们也不要认为说 哦 为什么不能用卡 或什么的 好这个我多说的啦 那我们开始 说明一下 使用IC卡的部分 这边的话 在那说明之前 我先分享一下 怎么样来看 巴士时刻表 这个是用京都巴士的一个範例 来给大家说明 这个是平日 这个是土曜日 休假 休假就是指他们的国定假日 这样我们就要看一个就好 我们就看一个平日的 你看 这个是小时 这个是分 5点 6点 7点 8点 有没有 然后这边是分 35分 7点 35分 第一班 这样会看的吗 这个就是从京都车站 往清水市 银隔市方向的巴士 急行100 这时候 又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判断 不晓得有没有清楚 还需要再举例吗 应该不用了 应该很清楚了 好那我们赶快来说明一下 就是IC卡 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我就是告诉大家方法啦 就是这个电车 这个巴士 能不能用 西瓜卡 其实 大家 最常用就是西瓜卡 或是 那个 Ico卡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其实 以京哥来讲 全日本地区 西瓜卡最好用 西瓜卡是最好用的 那你去关系地区 你如果你要用一些 你要做那个 HARUKA优惠券的话 那你就真的 不得已 你就要用 用那个 一口卡 那你单纯用IC卡 用西瓜卡 全日本很多地方 就是 D4都可以用 但是现在 10 10大IC卡 其实D4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好 怎么判断 巴士的外面 会贴 类似像这种 小贴子 然后类似像 有没有 这种 这种 有没有 这种贴子 只要有这个 IC的符号 有没有看到 这个IC的符号 就可以用 10大IC卡 有没有很简单 你只要看到公车外面 有没有贴上这个 这个IC的符号 这个 不想要 这样子看 有没有很清楚 PowerPoint 有办法再来 PowerPoint 放大一点 仔细看 有没有 这个 这个 有没有 看到这个符号 看到这个符号 您就可以 你不管你手上是用西瓜卡 或者说你是用 EKO卡 或者是 SUKO卡 等等等 你都 这10种 都可以 这是 这个是 呃 武钢地铁 哦 其实有太多了 怕什么 也可以看 你只要有这 10种 你就可以 可以用 哦 记住哦 这个符号 哦 全国 都可以利用的 IC卡 哦 这样子大家有清楚了 哦 然后 IC卡 是不是 判断 就很简单 呢 所以我们哦 在用IC卡 如何判断的时候 KINGER就是 告诉你 用那个方法 不会有问题 哦 然后再来就是 他这个 巴士外面有时候也会贴类似像 像 就是说 他只能用 只能用西瓜卡 还有说他只能用这两种 有没有 哦 东京有一些东西有很多的 那个巴士是 只能用这两种卡 哦 就稍微分享给大家一下 好 以上就是 King哥在这边分享 就是 呃 在日本如何搭乘巴士的方法 不知道 有没有 哪里有不太清楚的 像刚刚也有举例就是 以奈良的公车巴士的 嗯 一个很清楚的简易图 告诉说 啊 告诉大家怎么判断上车 怎么上啊 下车怎么上啊 都 其实都可以查 还有就是说 可能会读者会问说 King哥那个小贴纸 通常会贴在哪边 贴在这边 贴在就是门的旁边 有没有IC卡的符号 哦 还有一个是司机前面这个地方 哦 也会 也会分 跟告诉读者说 哦 那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还有个地方 这个这个正面图 有没有 会在这个地方 会贴说 可以用哪一种的IC卡 哦 其实 King哥已经告诉大家方法了 就算你做功课 在 在家里做功课 不知道用什么卡 你到当地的时候 反正要零钱 第一个 IC卡 你爱用就来 但是你要知道 能不能用啊 不知道嘛 然后再 再来就是说 自己到官网 到官网查 哦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的方法 哦 做功课 要勤奋 哦 如果你自己查到就是自己的 你问我的话 可能还不是你自己的 哦 以上就是 这讲堂第26单元的分享 哦 那稍后等一下 会再 说明 那个 讲堂第27 哦 如果有 有对那个 虽然大家已经 已经去日本看櫻花了 哈哈哈哈 但是后面有一些 如果需要 呃 有一些 简单的 安排櫻花的行程方法 如果大家有 对大阪京都有兴趣 櫻花行程有兴趣 所以这个感谢大家的聆听